疫情甚微人心惶惶衝擊不少民宣小失業者 包括花蓮知名的蔥油餅街人潮變少了 有些店家則是以縮短飲業方式 或者是選擇電修的方式減少支出 期盼疫情早日舒緩人潮前潮才可以快點回流 疫情拉警報 全台針對餐飲業者都加強防疫宣導 走訪花蓮的蔥油餅街 以往常常的排隊人榮已不復健 只剩零新的民眾在排隊 以前一開始就已經開始減少了 然後到現在基本上已經是臨遊客的狀況 大概減少多少成如果以假日比起來 以前到現在已經剩下了直到三成 那第二個部分是如果提現這個排隊情況 我們怎麼樣來推化 就是希望他們第一是主動戴口罩 然後排隊的時候其實就是大家都要保持安全的適合距離 剛開始客人都不能接受說外帶 可是後來他們都慢慢能接受 影響當然是會有 生意比較不好 大家都一樣 我們禮拜三開始 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會修一個禮拜 如果疫情沒有控制住的話 我們可能會修到月底 我們6月1號開始廟口紅茶改為 早上6點到傍晚6點的時間營業 另外像是華蓮市城隍廟旁的廟口紅茶 也改成外帶的方式因應疫情 不過由於人潮減少生育累減 6月開始決定調整營業時間 減少支出 也希望疫情早日緩解 藉著長方彥華臨時報導